在蘸醬裡放生蛋 寶貝 你有什麼生蛋黃放在蘸醬裡啊 有什麼問題嗎 這樣不太好吧 你會不會吃一吃等一下去跑廁所 這樣不行喔 這樣啦 不用擔心 從以前蘸醬吃火鍋的啊 而且啊 現在很多店家都沒有提供生蛋給客人 不用擔心 這樣子 真的沒有問題嗎 吃火鍋時 在蘸醬裡放生蛋黃是OK的嗎 有民眾喜歡吃火鍋時用生雞蛋 生雞蛋不如煮熟了好吸收 但偶爾吃倒也無妨 要留意的可能是沙門氏菌感染 造成嚴重腸胃炎的風險 所以雞蛋最好還是煮熟了再吃 啊 好燙 你還有嗎 你被放涼一點再吃喔 又沒有人要跟你搶 哎呀 你不懂啊 你不知道熱熱吃啊 冷的就走位了 你沒有看新聞嗎 說吃太快還有吃太燙的人會誘發食道癌 什麼 食道癌 愛吃太燙太快的人會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風險嗎 吃太快吃太燙是另一個危險 過熱的食物除了容易燙傷口腔 也是食道逆流 食道癌的誘發因素 所以你放輕鬆慢慢煮慢慢吃 既享美味又可幫助消化 國人喜歡吃火鍋 春夏皆然 而天氣漸冷更是吃火鍋的旺季 火鍋由於是水煮 基本上沒有煎炸烤等高溫通知食物導致變質的風險 這屬於比較健康的飲食方式 然而過量食用錯誤的食用方式 食材不均衡還是會導致健康的風險 阿嚕 你怎麼一直吃菜啊 吃一點肉啊不然等一下就把肉吃光囉 不要管我啦 吃火鍋是有原則的 那已經吃火鍋了是有什麼原則 就看見什麼吃什麼啊 你沒有聽說過嗎 聽說什麼 吃火鍋也是有順序的 順序 你要先吃菜再吃肉再吃澱粉類 這樣比較不會變胖啊 好 都已經吃火鍋了 火鍋的熱量那麼高 不管怎麼吃 最後一定會變胖的啊 火鍋料按照進食順序吃 比較不容易胖 是真的嗎 火鍋的熱量很高 各種豐富的食材 讓人大快躲贏 加上為了緩和味蕾的刺激 所喝進的冰涼飲料 不知不覺中 就會攝取了太多的熱量 輕易就會超過700到800大卡的大關 對於有慢性病 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者 是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 你盡量選擇蔬菜豐富多樣 白肉紅肉均衡的食材 除了減少熱量之外 也可稍微減輕 腸胃道 與新陳代謝的負擔 至於最後 是不是還要把那碗滷肉飯 或其他的澱粉吃下肚 聰明的你還是盡量避免吧 哪碗滷肉風 總之入 Pil肅